立冬 保冬 保脆康 立冬为冬季之时 气温渐低 手重进补 知道立冬这节气 是我们要尝我们的阳气 所以这时候是最适合 做一些冬季的进补 甚至组收藏跟收纳 其实大家要补一些阳气 跟一些气血 其实当归 何首 乌蛙 黄旗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 秋去冬来 逆冬降 进补续体力 因正值农忙 稻谷待收藏 立冬万物 如果好收 老婆人就发脆手 这在家的老婆 就去产年 去产年 但没用 没用到都没过这个化妆 所以我们也要去吃 我当大半个体得到 一年的牡蠣在原乡 米共济庆丰收 高雄卡纳卡纳富族 小米丰收时 族人将年糕搓捏 年于男子会所柱子 全族团聚礼尽地神 祭典象征一年结束 竹林满山 东笋采收将近 这是立冬之前的孙子 这一孙的孙子是完就没有了 就要等到美女 就要烟饰啦 譬如孙瓜啦 生孙 粱孙 腌笋被凉好过冬 此时也是冬季水果收成之时 气温下柑橘逐渐饱满成熟 一颗颗黄橙橙挂枝头 也宣告冬季正式来临 提到了天气